財政司長突然發表香港營商環境報告 有人視之為陳茂波司長參選特首的政綱 但其實這也不是重點 反而整份報告由思路主題到細節 與北京在港喉舌報章的論述是類同 反映北京統治香港的思維 特區財經領導班子已經全部上路 其他人等遲早也會爭相效優 北京往後挑選誰去做特首 也離不開它設定的管治路數和發展方針 營商報告分為三個部分 分別是論述香港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過去部分就重複官方的論述 指責所謂黑暴是無法無天 美國又製造混亂 令到香港在2019年下半年陷入癱瘓狀態 大民眾對於反政府運動越演越烈 官居沒有提到特區當局錯誤修改送中法例是更有 北京收緊香港自治權是原因 當然也絕口不提警暴和當局無視警暴所挑起的民怨和仇恨 現狀部分就大寫特寫港區國安法和改變選舉制度 如何為香港撥亂反正令經濟回復正常 但通編在無視國安法之下 市民對政府是極不信任 公民社會遭到破壞 還有大量香港人因為自由空間收窄而遷移外地 香港看來和不少第三世界一樣 民間自由狀況是和營商環境都被視為完全無關 最後就是預告美麗新世界即將來臨 香港面向世界只要發揮原有優勢 加上背靠祖國 勢必就發展成為國際金融、國際商貿和國際總部的中心 但香港在中美之間現在來說是必定要選擇前者 究竟這樣做影響在哪裡呢 例如美國是不再視香港為獨立關稅區有什麼影響呢 以致近年中美關係緊張又如何削弱香港的國際地位呢 報告同樣是交了白卷 官方的宣傳物等主題先行 掛一流氓那是意料中時 但總不能夠自言自語目中無人 否則效果只會適得其反 香港大約六成人是支持反修例運動 更加有四成人長期給特首林鄭月娥的評分是一個零彈 觸見官民格核是非常之深 營商報告完全忽視這批社會主流的市民 既無檢討政府對反修例運動的責任 亦都沒有獨立調查警暴 根本是無法改變這六成人的既有看法 而論調和述事不外是搬自過止 相信其餘四成人都會覺得是陳康濫調 換言之黃絲的市民就認為政府只求反式自保 用官方的論述去代替事實 無意以真相去修復官民關係 甚至擴大鬥爭對象的話 是可以將他們劃為敵人隨時秋後算帳 或者政府真的在意和這六成人修復關係 不過方法是用錯了 政府相信是兇有成竹認定香港只要背靠國家 就會有無限的機遇定必走向黃金的年代 因此不接受政府的政治論述不要緊 經濟是可以壓倒一切 美好的前途金錢的錢是可以洗掉政治的記憶 大好經濟美景在前 大家倒不如是努力營生共同富裕 放下政治矛盾 就好像八九民運之後的中國大陸 當官方對民運的鎮壓是沒有裝到牙齒 不少是衝國視的人也都趁第二次經濟改革 政治就躺平 下海創富好了 用經濟利益去換取政權穩定 但其他不要說 首先絕對是不能止尚談兵 十年之後 香港不會不會好像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大陸那樣 經濟年年大幅增長 沒有人可以說得準 甚至今天特區政府鼓勵香港人去大灣區創業和就業 就已經抽走了本地的資金和人才 究竟這樣做 怎樣可以比喻香港的經濟 也都從來沒聽過 特區官員是提供經濟的論據和分析 當大灣區發展不見得可以推動香港的增長 本港的經濟現況也都表現不足 第二季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就增加了7.6% 失業率就減到去到4.7% 而大灣區的職位它的吸引力 是在於特區政府補貼過半的薪水 香港經濟現在仍然是滿有活力 是不是需要急速轉型 全面投向大灣區發展呢 實屬疑問 奇怪的是當一切還在籌劃之中 就更加難以一口咬定 大灣區就等於香港的烏托邦 從而中國大陸就注定是香港一個 未出現的黃金年代的恩主 也都從而令到黃絲香港人 是無法拒絕誘惑自由 是思想繳械向錢看好了 但在香港政府用預言的美好世界去換取民心 只能夠是一場誤會 當經濟奇蹟都還未出現 政府就要成功令到香港人感到自己是奇蹟的受益人 必須有賴大量市民對政府是延聽計從 但民望長期附屬的特區當局 加上報告內容又人云亦云 缺漏多多 政府除了是可以確保這份營商報告可以順利面世 還可以對市民期望什麼呢 我是杜耀明這次的評論到此為止 下次再會